就根据刚刚这些内容 你们来分析一下 造成宝宝拉肚子的原因 有哪些 很简单 夏天的时候 吃冰棍 冰条 这种凉的事情 都容易让宝宝腹泻 妈布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家也这样啊 你爸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那不一定 说不定妈妈觉得 这都有关系呢 你觉得什么原因 对啊 我觉得那个 妈布洗碗和擦桌子 是同一个 就是我家也有这种情况 这个我觉得会有影响 奶奶呢 我倒觉得会有那个妈布 因为有的时候 我还真看见过 我的那个朋友 你知道吗 完了这孩子嘴上一流摊 我们那姐姐们 就拿起那妈布就给擦 你瞧起弄的脑东西 你想擦完桌子 再洗碗 再擦嘴 难免 其实选择妈布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可能是不讲究 卫生导致的 是的 是的 所以一波 你拉过肚子吗 我有时候确实拉肚子 那你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经常吃 西瓜太凉了 我就是吃西瓜 你看看 喜欢吃西瓜太凉了 小朋友都知道 对不对 对 前两天我儿子 就是莫名其妙地拉了一天 第二天好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拉的 反正莫名其妙就好了 有的时候这种拉一拉好了 我们也就还好 但是要万一一直拉下去 我跟你讲 大人也会很慌的 我们应该好好的解决一下 我们应该好好地解决一下